年终记者会 从穿短袖到长袖 在这七个多月的时候 所有的内阁成员 顾会兼赛跑 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贡献给人民 贡献给社会 今天 院长本泽 自己无所求 丘副院长 还有陈秘书长 各位政务委员 还有各位行政院团队的其他成员 还有媒体新闻界的朋友 大家好 又到了岁末年终的时候 最早首先要在这里预祝大家 新年快乐 平安顺行 今年五月二十一号 我再度接下行政院的议席 事实上 在行政团队 跟国人 共同努力之下 就七个月 就七个月 零五天 我们今天 把它整理成 环荣 公益 民族 永续 这七个多月当中 我特别要向我的行政团队表达我的感谢 而且我特别由三方面向 三个面向来向各位做一个额要的一个说明 一就是深化自由民主强化主体意识 二就是强化社会安全 第三是坚固均衡发展 我把强化社会安全跟坚固均衡发展 合并在一起 就是两点来向大家做报告 第一 深化自由民主强化主体意识 以身为台湾人为荣 我们一转眼 解除戒言 党禁报警已经有二十年 两千年我们的政党轮替 更让国际对台湾的政治奇迹 刮目 相看 为了使民主更为深化茁壮 政府一方面积极推动阳光法案的立法 严查黑金暴力贵险 并借由学校民主华制的教育 建立下一代正确的观念之外 另一方面 我们推动各项落实转型正义的工作 除处追逃不当的党产 将中正纪念堂改为台湾民主纪念馆 成立台湾人权景与园区等 我们针对转型的正义 我们今年更以务实的做法 推动以台湾的名义加入联合国 不仅成功进入联合国大会做公开全面的讨论 更有多达140个国家花言四个多小时讨论 让全世界无法默示台湾不复属于中国存在的事实 第二 强化社会安全 兼顾均衡发展 并且建设均衡美丽的家园 为着因应社会结构 走向高龄化 少子化的趋向 并且我们希望缩短贫富 差距与对立 建构强固的社会安全网 我们包括调高基本工资 就业 弱势者援梦计划 青年职场 新体验计划等等 以协助弱势族群及青年 能够投入职场 而且我们全力去帮助 经济上的弱势 另外 我们从8月1号起实施 中研弱势学生自学的措施 我们将贫困的家庭 五岁的幼儿 可以免费入幼托 而且提供18万人次国中小弱势学生 课后的福祉 以及办理大专院校弱势学生 助学的计划 这些我们就是要确保 弱势学生的授教权 我们在老人安抚照顾方面 积极推动长期照顾 食人计划 以及安养复原共享 自行的计划 有效整合资源建构 全方会的照顾体系 在经济有序方面 我们为着积极协助中小企业跟传统产业 我们推动加强出国出口脱销方案 协助越走中小企业跟传统产业 提升国际行销能力 强化出口的竞争力 我们并推出医疗服务国际化 旗舰计划 我们向全球行销台湾 优势的医疗 并且至今年八月区 我们运用国化基金 一百亿 投资中小企业 辅导中小企业 能够升级转型 并且提出一百亿 农业科技创业投资计划 能够扶持一百五十家 从事农业科学科技研发的农企业 以增强农业的研发能力 赋予转型送化的能力 长期以来 重备轻难 不仅让区域发展失去均衡 更造成人民有利质点 不平等 为着扭短这个趋势 我们在农村方面 我们提出农村改建方案 自97年度起 我们十年之间 我们将要投入一千亿 彻底改善农民的生态环境 而且在都市方面 我们这些都市老旧区域 影响城市整体发展等问题 所以我们放宽 都市更新建策的容积奖励范围 而且推动六大指标性的都市工薪案 未来 我们不禁可以创造 570亿元的投资效益 更可致敬地区蓬勃发展 结论 我们怀抱信心 若干积极 共同为台湾来打拼 今年经济存在率 我们预估将高达5.46% 失业率 创逆人的新低 百分之三点八亿 外贸出口也创新高 无不证明行政团队用心与努力 而对于各项的挑战 习政院也都有完善的配套措施 我们会全力以赴 为民众解决问题 最后 面对明年即将举办的立委 及总统的选举 军兄也要在这里尊重宣誓 政府一定在扫除 所有妨碍选举公正 与秩序的障碍 务必达到这两项选举 成为干净和平公正的选举 为台湾的民族发展 写下新的点画 用来 loss 举克 写下石